下毒不成 开车撞 二邻居判刑五年半 竟有这种恐怖的人 下毒杀邻居不成 又开车冲撞 男头五十岁 孝姓男子 因土地间接问题 与邻居宇姓兄弟起争执 五年前 他竟在瑜伽饮用的水井内 到除草剂下毒 被逮后 他遭法院判刑三年定验 没想到2011年出狱后 有一天他开车在路上 看到邻居的哥哥 竟又猛踩油门冲撞对方 对方虽已去跳车 人造成右肩挫伤 海外省理时他竟还变成 为了捡副驾驶座下方的矿泉水 才不小心踩到油门 不是故意 海外昨天在意杀人未遂罪 众判他五年半徒刑 邻居宇综合报导